好吃什么喝什么到底谁来把关呢 台湾面临食安问题 往往政府民间第一时间乱成一团 台大校长杨判词就说 台大决定要成立跨科系的食安中心 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流程SOP 好这个食安中心要研究风险评估 如果食安问题爆发 会研究吃多少分量会有什么的危害 并且要迅速的公告 告诉民众哪些东西可以吃一辈子 哪些东西你碰都不要碰 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